今天想说一下关于减肥健身的一些事情 最近的话称了一下我的体重是154.6磅 今天是2023年的1月28号 那我觉得是时候来一波减脂了 太重了 所以我的一个计划是6个月减25磅 然后目标是尽量减脂 也就是说要保证一个蛋白质的摄入 减少卡路里和碳水的一个这样的摄入 然后整体的一个糖分摄入要戒糖 净饮料多喝水 那我的计划是6个月的话要减25磅 我的基数是154.6磅 所以我的最终目标大概是130磅左右这样子 那减到25磅的话并不是非常容易 但是我觉得以我现在这个工作强度和我自己的一个资深毅力来说 我觉得是可以达标的 那主要的一个驱动力是因为我觉得现在还年轻 不能就任由自己这样胖下去 所以我这个计划主要有两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是饮食 第二部分就是一个健身运动的一个方面 那饮食方面的话其实很简单 根据我以前过往的一个减肥减脂经历来说的话 最有效的一个减肥减脂的经历经验就是 一定要戒糖 戒掉一切不该吃的零食 只吃主食 主食尽量吃的是一种比较干净 高蛋白质低碳水 然后整体把控卡路里的这样一个思路 那我的一个目标是第一 因为我之前特别喜欢喝这种Diet Coke 那完全要戒掉这个饮料 碳酸饮料 第二个的话就是我要保证少吃糖不吃糖 把糖分和零食戒掉 这一点虽然会比较难 尤其是头一到两个礼拜可能会非常难 因为我习惯了吃一些小零食 那这个可能会有一些挑战 但是我相信一旦我这个两周的瓶颈期过去了 我会慢慢适应的 那关于吃的方面的话 就是自己来做饭 对吧 爸爸妈妈他们做他们的 然后我自己来准备我自己的这一份饭 尽量做的比较干净 然后吃一些比较低脂的一些健康的肉类 鱼类虾类这样子 然后整体的话饮食要控制 以前的话是用大盘子装 那么以后的话我吃饭就用小碟装 然后饭也是用小碗装 这样子吃起来会比较好 然后多喝水 多喝水多喝茶 借咖啡 因为咖啡确实里面的一些咖啡因 以及咖啡可能会加一些其他的奶呀 纸纸末的东西也不是很健康 糖也是非常长胖的 那饮食我就是以这个为主 运动的一些计划就是每天早上早起 就是因为我毕竟要工作 所以如果早上五点钟起来 运动大概是半小时 对吧 那就是五点半 五点半冲一个凉 六点钟 六点十五左右 我就可以出发的 所以没有问题 五点钟起床运动 然后平时不上班的时候 也是五点钟起床 然后运动可以加大一点 运动量的话最好还是要去健身房 查一下附近的LA Fitness 对吧 然后尽量能保证它 每天早上我可以去健身运动一下 然后下午晚上的话就是要少吃 对吧 少吃或者不吃 吃两口就可以了 然后晚上一定要出去运动一下 哪怕是走路 对吧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它毕竟可以消化一下卡路里 然后还能够帮助你清空一下你的大脑 然后感受一下外界空气 OK 然后周末的话可以适当的加大运动量 对吧 比如说可以拿两个小时去泡一下健身房 那这就是我的一个整体计划 然后如果是按照六个月减25磅的话 去掉平台期 我大概每周的目标是25除以624 4磅每周 对吧 每个月 4磅每个月 那一个月的话是有4周 也就是说每周要减掉1磅左右 OK 然后一旦这个影视计划得到了一些成效 那么就要奖励自己一下 对不对 奖励自己的方法可以是 买件新衣服 或者是攒一笔钱 对吧 去看个房 对 这个奖励不错 OK 那我整体的目标就是这样子 争取每周减一磅 然后结合饮食和运动的计划 在六个月内从154.6磅减到25磅 然后目标体重是130磅 今天是1月28号2023年开始 那么六个月 也就是说7月28号 我生日前一个月 我的目标体重要回到130磅 130磅的话差不多是116斤 那这个就是一个 我这个身高的话 比较完美的一个理想的体重 对吧 然后这一路上不要听别人怎么说 我自己要坚持 少吃少吃少吃 卖开腿 少吃少吃多动 多喝水 借糖 借饮料 借零食 然后吃的健康一点 再加上运动 那我们7个月后再见